字幕志愿者 多久救護車跟消防車都來了 騎士的機車還倒在路上 人已經被台上擔架送往醫院治療 一塊噴飛的人孔蓋就在旁邊 事發在26號晚上10點多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上 路面的人孔蓋忽然彈飛 還有冒煙的狀況 當時經過的32歲曾慶男騎士 遭到波及當場摔車 全身有多處擦脫傷 不只這樣附近還有1481戶 瞬間停電了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才全數復電 好 端端的人孔蓋怎麼會噴飛 還造成停電 就怕又是氣爆 台電緊急派人到場 發現是地下電纜故障 現場檢測也沒有測到任何的氣體 詳細原因還要再釐清 以上這一張視頻 明明 明 明 明